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Easy Easy 今天會是來吃火鍋 身處的位置是在Victoria Prat Gap Steels 在我背後這間餐館叫做老江湖 今天下雪和天氣凍凍 最適合就是打火鍋吃火鍋 這裡會吃正宗的北京火鍋 是用北京的銅鍋來打火鍋 是用炭的 我們進去看看一邊吃一邊說吧 為了配合有氣氛去吃火鍋 我們特意等到今天下雪 所以來吃 還有我帶了這個暖手氣 因為這裡是吃北京正宗的火鍋 我覺得帶著這些暖手的東西 因為有一種在看電視劇的宮廷戲 通常那些格格 笑主 冬天都會帶著這個暖手氣 很有情懷 我沒有帶著這個暖手的暖手氣 但它是在這裏暖手氣 我的心情有點興奮 我是第一次見到銅鍋的食物 還是燒炭的 根據店員所說 多倫多是唯一一間用銅鍋燒炭式的 來吃火鍋 剛才當店員哥哥把鍋放在桌上的時候 一隻手把熱水倒進鍋裡 讓我們做火鍋用 底下托盤上鍋也倒一些水 原來水是用來降溫的 否則因為溫度太熱 桌子也會燒壞 所以下面的水是用來降溫 而中間我會稱之為煙通 就是放炭的 現在就是準備煮水 我們吃火鍋了 我們今晚點過來 是一個清湯的湯底 老江湖這間餐館 除了吃火鍋之外 也有吃炭燒的 店員哥哥也可以告訴我們 今晚我們可以一邊吃火鍋 一邊炭燒 所以我就聽他說 兩樣都有點到 而這裡的食物 吃火鍋的用料 都是單點的 我會期望單點的話 材料會比較漂亮 湯底方面我們就叫了清湯 所以味道會來自尖醬 他們的秘製尖醬 一份一碗 就是單點 每一個收錢 我們就叫了這個芝麻醬 芝麻醬都有分兩種 一種是淨芝麻醬 一種是芝麻醬 一種是芝麻醬加花生醬 一種是芝麻醬加花生醬 那我就覺得想香口一點 所以我就將芝麻醬加花生醬 除此之外 我就點了一個叫小米辣 看見那些辣椒都很厲害 我相信都可以挑戰我們吃辣的程度 再來一個更加重要 這個叫做現炸辣椒油 相信它是將燒滾了的油 是淋上去 因為剛才我們摸碗的時候 都被它錄傷 即是不可以錄傷的 即是我們沒有預期它是熱的 即是比較熱一點 我們首先吃了一個燒烤的食物 我們叫了這個是燒蠔 一拍是有三隻 遠遠都聞到它一些蒜蓉的味道 都幾肥味 羊肉串是很香之鹽粉味的 還有雖然它是燒烤 但是一點都不乾 有趙頭 我也覺得它的味道幾好 試了另外一個串串 這個是牛肉 目測它都是用一些相同的調味 都是孜然粉 要更正一下 牛肉的香料 並不是孜然粉 它是好像有些香辣的味道 雖然它的顏色很相似 但是吃下去的味道都幾好的 又不是太辣 但肉質方面 我就覺得它是韌了一點點 它又不是說要照到很久才能吞 它都吞到的 但是相對 比起羊肉 這個牛肉就是比較有筋 就暗一點點 但是也是OK 都吞到的 今天吃這個火鍋很大陣醬 這個是極品雪花糕 你看一下 筷子多長 我要站在這裡來錄 剛才我都很大鄉 你這樣問了店長 即是店主 就告訴他 用這些火鍋爐來打火鍋 是有沒有可以調大小的 他說是有的 我都講一下 都講得太久了 是怎樣調大小呢 就是頂頭這個位 希望你看得到 這個 這個 我稱之為開關鍵 很物理學的 因為我們如果要燒一些東西 就要用氧氣 都要助燃 所以如果你想大一點的火 那你就開大一點這個 如果你要小一點 就長小一點 剛剛我很好奇問店主 為什麼要用這種銅鍋來做火鍋 那他告訴我 原來有個特點 就是因為銅鍋是全熱塊 還有它這樣的做法 用燒炭的形式 就會是快滾 也都是溫度會高一些 比起一般我們現在用的電磁爐 只需要我們把肉放下去 不斷散一散 即是燃一燃 很快就可以拿上來 吃的時候就會比較美味一些 還有點一些麻醬 通常吃火鍋 我都會點大白菜 即是我們口中所說的黃牙白 或者紹菜 因為它是可以煮得久一點 越煮越軟越好吃 我猜不到這裡竟然有糖蒿 一般如果我們香港來的朋友 打火鍋就會有叫糖蒿 這個老北京的火鍋也有 我都覺得不錯 剛才我有機會跟老闆娘聊天 有些資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裡種作火鍋的銅鍋 是在北京訂造 然後就運過來 連成本加上運費 是需要五百五十元 加幣一個 為什麼要在北京訂造 最主要就是在這裡找不到 對於香港來的朋友 通常我們都會叫沙茶醬 沙爹醬 麻油 蠔油 或者海鮮醬等等 但是原來老北京他們吃火鍋 沙醬方面 他們一般都會用芝麻醬 聽老闆娘說 他的朋友是北京來的 來這裡吃火鍋 吃他們的芝麻醬 就說他們很正宗 很有北京風味 通常我們吃火鍋 或者燒烤的時候 一邊拍一邊吃 對我們來說都是挑戰 所以我們都未必會每吃一樣東西 就和大家分享感受 現在或者借這個機會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晚吃火鍋的感覺 食材方面 羊肉味濃 而且我都覺得它挺軟滑的 在加拿大吃豬肉 通常都會有一些豬除味 我覺得這隻豬肉 不是說有些很酥 不是很良好的豬除味 但是你會吃得出它是有豬肉味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毛肚方面 它本身的質地 都是較為硬 又需要用力度去照 但是因為餐館裡切得是較為有的關係 所以就算錄了之後 都不會咬不開 都是照得到 我都覺得這個處理是不錯的 為什麼我們會來這間餐館吃東西 最主要就是有一天我們路經 我們就進去看看到底這間餐館是吃什麼 進來之後 我就被它的裝修吸引 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 它好像走一些北京的街道 有每一個不同的小攤檔 買一些不同的食物 我又覺得挺特別 而且它樓底是很高的 所以在裡面坐是很舒服的 有一個重點是關於秋風系統想說一下 讓我們在吃或者吃完火鍋 都不會身上沾有任何的味道 整間餐館都有足夠的秋風口 讓每位客人都會有愉快用餐經驗 到目前為止 在路哥湖吃東西都是單點的 剛才跟老闆娘說開 她就有個好消息跟我們分享 由下星期開始 就會是增設任點任食 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大喜訊 任食餐單的最後版本 都仍在研究當中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就是會包括一些燒烤串串 裡面是有羊肉、牛肉、豬肉、雞脆骨、大蝦和甜腸 至於燒烤串串是否任食 就暫時不清楚 大家最好下星期打電話來老江湖查詢一下 現場堂食的客人流量大約三至四成左右 但我看到有很多外賣 我很好奇問店員 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多外賣 到底買什麼呢 她就告訴我是炒肉 即是說在老江湖除了有火鍋 有很多燒烤串串 還有一些炒的熟食 食客人數不是太多 但我會看到老闆娘都不斷地去做事 去招呼客人 其他店員方面 有一個比較 我會稱之為她採取一個被動式的服務 她又不是態度不好 但我們吃完的東西放在這裏 她就很久才過來收 也不太主動 我會覺得 我們這一餐絕對是有計劃地過來自費吃東西 老闆娘不知是否見到我們又要吃又要拍 好像很繁忙很論盡 所以她就跟我們說這一餐她請啊 多謝老闆娘 喜歡又或者想嘗試北京銅爐火鍋的朋友 請你給我們一個like 又或者你有北京朋友 甚至乎你是北京來的話 來老江湖試一下他們的北京炭燒銅爐火鍋 看看是不是這麼正宗北京風味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請你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